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期我们讲了无油脚 单关脚 那么这周期我们来看看大飞脚的破空手段 这个手脚最常见的三种 是吧 我们已经学习了两种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第三种大飞脚 大飞脚的破空当然是变化就比较多了 因为它比较空虚 我们还是来先看一看比较有迹可循的 或者比较固定的一些骑形 如果是你说拆得这么远 到处都是指每盘骑都不一样 没有什么可学习的 那么我们先看一个比较经典的拆二 和小飞脚一样 如果是拆三 那你永远是以后寻求这个打入 那么拆二这点打入就没了 那么怎么来破这个脚 这个就有办法 而且对付这个大飞脚拆二 黑旗可以说呢 有的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下法 有这个比较经典的下法 那么这个下法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 首先 急急忙忙 像这种点进来 这个都不太好 不太好 嗯 如果它压 那么你这个顶重还可以 但是白旗就朴实的挡住 那你往外跑的话呢 被它一扳 这个形状呢 就比较的坏啊 比较坏 这个就不是太理想啊 不是太理想 嗯 只能弯出去 这个即使跑掉 这个旗型呢 实在是也是太差了啊 这个白旗形状都很好 黑旗一个人在这跑啊 破了一点空 也不会便宜 也不会便宜 那么 这个啊 比较好的啊 或者说是 嗯 经典的下法呢 这个啊 我们在这呢 可以向大家推荐 大家也可以呢 好好的呢 学习一下 对付这个 大飞脚差啊 经典的手筋是 点这个 看上去 隔得有点远 看上去隔得有点远 离这个破脚 但是呢 这个啊 确实是 一步就是提前预留啊 深冬击西的一步好气 白旗最普通的啊 这个招法呢 就是什么呢 挡住啊 这个最普通是挡住 那么有了这个交换以后啊 这个黑旗呢 就可以点进来啊 点进来啊 嗯 点进来了以后呢 这时候白旗再挡和刚才就完全两回事了啊 啊 那么黑旗这时候贴上了啊 和刚才就完全两回事 嗯 这时候你这个已经不能叫斑了啊 只能叫做挖 是吧 那么黑旗先把白旗打回去啊 这个和刚才完全是 就是说不可同日而语啊 那么这样 跑出来的话呢 就是说还是 可以相当的这个满意的啊 可以相当的这个满意的 嗯 也是不错啊 也是不错 这个黑旗破空啊 可以说是比较中够 把这个白旗打回去了 这样 白旗呢 肯定不太满意啊 不太满意 那么接着点 那么白旗挡一个不太满意的话呢 那么肯定就只有这个压了啊 如果是压的话呢 那么这个旗啊 黑旗就点 白旗呢 还得挡啊 这个不能退 退的话 哇这个地方味道明显很坏啊 黑旗可以冲了以后呢 再一爬 这个地方 白旗啊 这个外围这个 嗯 断点啊 明显呢 就是说 比较多 明显比较多 这个肯定呢 是 不满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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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那么 等于就只有挡住 挡住的话呢 这时候 黑旗可以搬 可以搬 嗯 可以搬 嗯 可以搬 可以搬 这个 这样活脚就活得实在是太大了一些 太大了一些 这个肯定是不能满意啊 不能满意 那么也呢 白旗走到这呢 也就只有连班了啊 连班了 嗯 也就只有就是说是连班了 那么如此呢 黑旗根据情况啊 普通一般来说呢 就是可以吃 吃了 打吃了以后呢 嗯 再提掉 这个 嗯 就看看这个外面的架子啊 一般来说 这个外面把朵花呢 价值还是挺大的啊 再 就看看这边的这个结构问题吧 这个应该来说呢 嗯 虽然白旗啊 也守住了脚 但是黑旗能够先守外面把朵花啊 这个 收获呢 也是很大 而且这两个现在看起来呢 哎 也不损 是吧 也不损 这个呢 黑旗应该来说还是破控成功 当然你说如果啊 就是这个外面好像价值不大 那觉得白旗 这个被白旗吃了脚伤控大的话呢 黑旗还有一种选择啊 这个反正 由于这个选择权在黑旗手里啊 黑旗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大家觉得里面大呢 黑旗就沾上就可以啊 就沾上 打一下沾上呢 如果它真不死呢 可以打一下沾上啊 这样呢就是说 比较好 那么 白旗沾上 黑旗呢 再 跳一个啊 这样的黑旗 只要外面价值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啊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嗯 这个 黑旗 火角呢 就是说呢 也还是挺大的啊 挺实惠的 这个 还是不错啊 不错 这个破控呢 也可以算成功 因为你这个外面价值不大嘛 是吧 大我就把你打拔了 这样啊 不管怎么说呢 那黑旗还是可以满意的 好 那么 白旗 挡和鸭啊 都不满意的话 那么白旗 还有可能呢 它是小肩 小肩 小肩 这样呢 你是连不通 是吧 那么 这个 作为这个 黑旗来说啊 也要小心 如果说 哎 爬一个 第一个啊 爬山山 那么 这个呢 也是 可以考虑的 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样做活呢 基本上呢 是问题不大 白旗大概呢 沾上 大概这样子 白旗如果立啊 看上去是凶 但是呢 这个效果 其实是不好啊 因为你如果立的话 那么黑旗还可以先冲 对吧 先冲断 等于这两个呢 就 交换到 这两个就交换到 不 黑旗不能直接冲断 直接冲断再挖呢 当然白旗就不会走 这个会尖这个 这个 黑旗呢 就不太好 那么呢 嗯 这个 再脱退 这个是先手 是吧 然后再一打 这样的脚上呢 已经呢 近活了 已经活了 而挖尾周里呢 还帮你断开了一下 留下了许多余味 这个白旗肯定也是 是不满意的 不满意 那么大概白旗呢 会肯定会脏这个 脏上 这样厚实 那么黑旗这样活呢 显然呢 跟刚才相比呢 比刚才呢 就要差不少 或者斑脏 或者断力 那白旗呢 这样外围 也还是挺厚的 挺厚的 这个呢 白旗还算过得去吧 还算总算对自己 有了个交代 这个交代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也是一局棋 这样黑旗呢 当然也可以 在这个地方 当然黑旗啊 还有一种下法 一种下法 就是说是 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这个手筋 那么 拖 这个是很有趣的 一手棋 很有趣的一手棋 这个 等于呢 就是说呢 哎 这个有点像 非常巧妙的手筋 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呢 白旗是 不能 走这个 不能冲 冲的话呢 黑旗 再一长 这个就 好像白旗就是一个散弹受骗的形状 散弹受骗的形状 是吧 这个白旗也不行 不过呢 这个看上去虽然漂亮啊 但是其实呢 说实话啊 也好像没什么这个特别好的啊 这个只是花哨了一些 花哨了一些 这个白旗其实呢 就朴实的硬啊 就朴实的硬 就可以啊 就可以 对吧 那么 那么 你这个实际上和刚才相比啊 是一样的啊 你现在其实不能长 是吧 长呢 比它一般这个 呃 黑旗呢 死了 黑旗死 那么 嗯 等于呢 你还是得挡这个 那么白旗就护住 其实跟刚才是 你冲它走呢 这个 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你搬了一下 它就护住 你还是得靠这个小尖 是吧 做活 这个意义呢 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 嗯 所以 虽然这个 我们经常说 是很有趣的一个手筋 但是其实呢 也没起到什么 真正的好的作用 那么 教科书里的手筋啊 但是其实 它这个尖的不是太好 面对这个 白旗尖啊 黑旗最好的下法呢 是什么呢 就冲 冲完 别打吃就行 哎 单拐 保留 哎 这两个打的变化 这样呢 白旗呢 就吃亏了 白旗呢 就是 你冲它一下 白旗就不能像 刚才那样啊 一张 张得很结实 那么冲了一拐以后呢 这个白旗有点难办 如果立下来 哎 那又还原成 我们刚才那个图 是吧 如果 张这个 那它就打这个 你小尖这个呢 哎 那我打是先手 是吧 这样呢 我这样 里面啊 活得是差不多大 但外面 显然呢 哎 留下一个 这个 断的味道啊 即使没有断的味道 以后跳点 什么东西 哎 有可能呢 有先手借用 有先手借用 这个呢 很美好 那么 你如果张在这呢 它不是尖着活 它可以拖了 这样呢 活得明显呢 也大一些 嗯 那么 从 以上的啊 这个 变化来说 说明这个尖呢 也不好 而 这个 点了啊 白旗打 被黑旗点一个呢 这好几种下法啊 都是呢 这个 黑旗 不错的结果啊 不错的结果 当然也 你也不能完全是说白旗不行 都是呢 黑旗那个 不错的结果啊 那么啊 这个地方 白旗 它可能就会想办法 假设你点的时候 我不挡呢 那 怎么办呢 啊 不挡 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是吧 硬 老老实实的硬是吃亏啊 对方呢 他不挡 他就会什么 想办法了 对你进行这个 反击 那么反击显然呢 是白旗要贴出来 啊 那么 白旗 贴出来 哎 这个进行反击啊 嗯 这时候呢 黑旗呢 在这呢 就 不太好跟着硬啊 因为你 在跟着硬呢 一个呢 它就断啊 把脚扇 根据情况 把脚扇 都吃得结实了啊 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它比如说 这种子 如果是这种结构 它有可能就靠着去 直接作战啊 当你这个一个子 变成两个子 变重了的时候呢 这个脚扇呢 就 不太好呢 这个 掏空了 就不太好掏空了 那么如果现在啊 还是按照这个 哎 这个点呢 这下法呢 似乎呢 就 不是 太好啊 不是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当白旗 它挡的时候 你不还是贴出去吗 那这个子啊 和 这样的 就不一样了 它这个既然不是挖啊 也不是拐了 这个它就可以直接呢 哎 搬到上面了 搬起来的话呢 这个黑旗 这三个子啊 或许还是能跑 但是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苦啊 因为这里它效率就比较高 没有骑 这个可能呢 这样的黑旗呢 不太满意啊 甚至于如果周边情况特殊一点 它还有可能点这个 压住 直接呢 把你给盖死啊 直接把你给盖死 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还是 有点这个 累啊 有点累 但现在不一定行啊 就是这样啊 这个黑旗呢 有点不满意啊 那么面对它压的话呢 黑旗在这里啊 比较这个 常用的手劲 常用的手劲呢 是 哎 靠 这个旗是说呢 大家可以一起注意一下啊 就是你挡 我就点 你贴 我就靠啊 你往左一路 我也往左一路 我们现在看看其他变化 白旗呢 这个地方肯定不能松啊 一松的话 这个黑旗拖了一户啊 你尝了它就 它就冲了 粘上也行啊 我们白旗一种呢 就是搬着 搬着 那这个呢 基本上就还原我们刚才啊 类似于这个 爬的这个变化 那你只有粘 我再搬啊 你搬啊 这个 就是说 黑旗 刚才说了 根据情况选择外面 还是 选择这个 里面啊 选择里面 这样呢 呃 这个 呃 结果呢 就是说这个纸呢 从这里跑到这里 或许应该是稍微 便宜一点点 但是总的来说呢 黑旗这个结果啊 还是 完全呢 可以满意 可以满意 因为这个 选择地 还是选择试啊 这个黑旗的选择权在手里还是 比较这个 这个有优势的啊 这个 那么 嗯 靠这个 如果白旗不肯这样 被黑旗便宜的话呢 也没有办法 也没办法啊 也许 就是 哎 那我肩继续守住啊 怎么样 你只有肠啊 那么 白旗在帮助啊 如果说啊 白旗把这个脚守住了啊 黑旗只是从这里 跑出去一块 相对来说 还是孤旗 那这个就是说 显然 黑旗没什么意思啊 不过呢 嗯 黑旗接下来 也有定型的好手啊 定型的好手 第一步 大家 试试啊 断 第一步 诶 白旗当然只有打吃了 是吧 诶 这下大家明白了 哦 断 诶 我这里多个打 我就可以什么 诶 下去了 是不是 诶 这个 比如说煎下去 你都不能搬啊 我就打吃打吃啊 但是这样呢 其实呢 并不好 白旗就干脆把你剔干净啊 这个就是说呢 黑旗啊 有点超之过急 超之过急 不便宜 黑旗别着急啊 我们不要着急 做事情 那么黑旗虽然能下去 但是呢 这个断的作用 还没有 完全 发挥它的作用 那么这时候 黑旗冷静的拐打 这个是 好的次序啊 注意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啊 如果你单拐不好 单拐的话呢 它一个是可能 粘上 是吧 你没有这个借用了 这里下去比较困难 或者它也有可能长 那你再断的时候呢 它就 它就不走这个了 它就粘在外 这里去了 啊 这个呢 所以 是为什么要先断 啊 的作用 那么 它吃的时候 你再吃啊 这时候呢 你就不用担心 它总 提在底下 提在底下的话呢 那你再一巴掌 把它拍回去 啊 这个等于呢 哎 白旗就在爬二路 大截 还是一般来说 黑旗不会怕的 然后呢 就算长了啊 这样呢 整体把它压缩下去 外面呢 黑旗 其实这个形状的一点 也不薄 这里以后随时呢 还是 等于说 还是也欠了这个味道啊 这个味道还是很坏 等于还欠了一手旗 这样呢 就是说呢 黑旗啊 还是可以满意啊 还是可以满意啊 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呢 还是不错 那么如果 哎 这时候你拐打的时候 白旗 可以 粘上 哎 那你这两下呢 可以 可能呢 就可以算 和刚才相比啊 被它当提掉的话 就算作了不起的便宜了 啊 了不起的便宜 那么这时候再打 嗯 打完了呢 再下来 再下来 现在可以看出 这两个啊 就是说 这个和你单肩 它提掉相比 你等于这个 和这个能够交换到呢 当然是 非常了不起的便宜 那么现在再肩下来 这个威力呢 就 不一样啊 打吃完 接下来 这个威力呢 明显呢 就 大得多啊 等于还是只有补 还是只有补的话呢 嗯 单斑也行啊 单斑也行 这个 主路啊 它不走 不走那以后呢 哎 我这个还可以长 是吧 那么 这几个子啊 根据情况也可以打 那么这几个子呢 还明显呢 就比这个 嗯 白旗 外面两个子呢 形状呢 就更富有弹性 或者说呢 眼味呢 变得了更加的充分 就也就说白了一句话啊 你比它厉害 当然啊 根据情况你也可以走在这 这个也可以 它如果跑呢 你就渡过去 它如果渡过来呢 这个外面 因为这个打吃先手 是吧 你还可以呢 哎 对它 抢先攻击 嗯 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结果应该是啊 白旗 不好的啊 不好的 这个结果 所以说呢 嗯 可能白旗也只能是 还是走成这个样子啊 走这个样子 那么 从这可以看出啊 当点了以后 不管你是爬啊 还是贴 这个呢 黑旗都有相关联的 这个 后续手段 啊 后续手段 这个 破白旗 脚上 有招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白旗呢 还有一种 看上去 很委屈的下法 但实际上呢 在实战中呢 也出现过 这种干脆啊 这里硬不好了 白旗就干脆 堵这个 诶 这个下法 其实 也是有 我刚才把这个脚上的木啊 手干净 大家或许觉得 要这个被冲了 好像损失挺大的啊 损失挺大的 但是这个呢 白旗呢 其实也能接手 第一呢 脚上手实了 是吧 那么根据这个 情况 我可以 抢个先手 抢别的大厂 抢别的大厂 而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啊 这个你这个外面啊 不是特别厚啊 只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这个地方 你表面上是冲下去了 但是 随时啊 或者说是立马都有可能 白旗啊 哎 还有可能就直接立下来 跟你做仗 你贴的话 那么我呢 就出来 这样我结结实实啊 就跟你出来作战 这个呢 哎 反而白旗呢 以退为进 哎 也能取得呢 很好的效果 因为我这样去挡的话 你把我的这个空掏了 我 我去攻击你这一块 也不是那么好攻 现在我 我这样一弄的话 你变成两块旗了啊 你反而呢 有可能呢 呃 变重了 变重了 这个呢 确实是 以退为进的 这可以考虑的招法啊 那么如果说黑旗 只是 那你拐过去 那我也算了啊 那我也拐过 这样呢 等于是 我把这个脚啊 还是比较呢 完整的 这个 守住了啊 你呢 那由于我这个里还有斑的味道 你还要顶住 或者说呢 退一手 退一手 这个呢 呃 白旗呢 也是 可以考虑的啊 当然除了这个力啊 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啊 可能混一点 如果白旗外面更 我不给你这个退缩的机会 等于外面如果变得真的厚了 我直接给你贴出来 也是呢 有可能啊 也也是有可能 嗯 那么 还有这种啊 动出来的招法 也是呢 有可能 就是说 被这个 我走一个 被你走了以后啊 我以后呢 找机会啊 动出来呢 也是 在 反过来对你两个子 发动进攻 也是 就是说呢 是可以的啊 我直接 傻乎乎的硬呢 但是被你轻松活了 我好像无用武之地啊 当然这个呢 被黑旗冲下去 黑旗来说呢 当然也是没有坏的道理啊 虽然你以后有动出来 但是你也得时时刻刻 小心我这个小尖啊 补掉 甚至于来说呢 这个还有鲜手味道啊 这个就是说 双方怎么在这里纠缠啊 要不看谁的这个 时机 把握得更好 把握得更好 但是呢 嗯 白旗的这个小尖 其实呢 也是大家完全可以考虑的一步起 表面上很怂 人家点我猜啊 我都不敢硬的 结果活生生被人家冲下去了 啊 表面上很怂 其实呢 也是不失为一个明快的啊 解明 这个这个明快速的一个下法啊 就是把这个走完以后 赶快我该抢大厂抢大厂啊 以后 找堆着机会 我就立啊 贴啊 顶啊 种种啊 这个就是说 也是可以的啊 作为黑旗不要高兴 不要因为冲下去而高兴的太早 时时刻刻要防备呢 这里白旗反过来的暴动 暴动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面对大飞角拆二啊 像这里呢 推荐呢 这个 点了这手旗 这手旗呢 确实啊 在白旗不管怎么硬啊 黑旗呢 都有这个 呃 应对的方法 应该来说呢 也是一个比较成熟 的这个呃 大家研究的比较多的啊 比较彻底的啊 可行的一个招法 在实战当中呢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当然白旗也有他的各自的这个 这个应对方法啊 双方呢 都是可行的下方 希望大家 把这个几个 一系列的变化啊 给 记住啊 这样对在实战中呢 就能够呢 用上 好的 那么今天的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啊 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YK